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们周一在节目中讲到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已经大比分的通过了同性婚姻法 就等着总统签字了 就在昨天礼拜二这个法案已经被递到了拜登的桌上 并且被签署通过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这回这个法案它签得可真够快的 一般来讲呢一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之后 通常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总统签字 但是现在这个议题是左派急切推动的 他们就是迫不及待的要快速让这个法案落地 于是一切的进度都被提诉了 那么在这一次签字的典礼上面呢 不光是政治人物到场了 为了符合主题表现出多么重视LGBTQ 拜登还特别邀请了变装皇后来参加这一次的法案签字仪式 那如果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变装皇后是什么呢 在这稍微解释一下 变装皇后就是男人 化着非常夸张的妆 穿着很暴露 脚上呢踩着巨高无比的高跟鞋 那他们工作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像酒吧里工作的那种工作啊 就跳舞啊唱歌啊之类的 那这些人群通常会出没的场所是酒吧夜店和图书馆 哎对就是差别这么大的地方 你可能会问说他们去图书馆干嘛呀 现在呢有很多的图书馆会组织活动 叫做Drag Queen Story Hour 就是去图书馆里面呢让这些变装皇后给小孩子们讲故事 从小就开始洗脑 那么在这一次被邀请到白宫的上百个变装皇后里面呢 有一个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激进分子 她的名字叫做Marty G. Cumming 她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积极参与并且组织LGBTQ街头抗议游行的人 并且呢她做变装皇后也不仅仅只是为成人提供娱乐而已 同时她也为很多小孩表演 甚至最小的只有两岁 那这样的后果就是这样不正常的癖好不仅仅限制于成年人 而是让这些小孩从小就接触这样的人物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哎这样是正常的 就像世界上有男人有女人一样 一个男人打扮成这样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那么她更是有一段黑历史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她发了一个推特 说孩子们都出去唱歌和 这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翻译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要用嘴讲出来 所以她发完这条推特之后呢 很快就删除了 那白宫呢 这一次就是邀请了这样的变态 来参与法案签字的仪式 而且呢 还有很多家长 自愿送自己的小孩去给这样的人洗脑呢 那下面呢 就有一个视频 就是这位Marty Cumming 在为孩子们表演了之后 在活动的最后 她就问小孩说 你们长大了都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这里是孩子的回答 我想要当变装皇后 小孩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并不难理解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变装皇后就像明星一样啊 可以上台表演 台下还有观众给鼓掌 这个是一个既能出名 还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职业 那这为什么不能做呢 于是这样的职业 就在小孩的心目中 成为了成功人士的代表 那其他的孩子也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孩子回答完 他们想要做的职业之后呢 都没有得到全场这样的反应 反而是这个孩子说完了之后 家长们大声的笑 变装皇后大声的笑 无疑就会让所有的孩子认为说 啊做变装皇后 这个答案才是这个问题 应该有的最正确的答案 而且是大家公认的最光荣的职业和人生目标 那么除了变装皇后之外 在这一次的签字仪式上面呢 白宫还邀请到了歌手演唱助阵 那这些歌手呢 想一想 当然也都不会是普通人 他们邀请到的是 英国的非二元歌手Sam Smith 还有美国的歌手Cindy Lauper 那这位美国歌手Cindy Lauper呢 她也是非常多年工作在LGBTQ的领域啊 而且她是一直坚持这个 一定要政府通过同性婚姻啊 而且她也是LGBTQ一个非常忠实的支持者 那白宫呢 捧这样的人捧到什么程度 甚至这位美国歌手Cindy Lauper 还被邀请上了昨天的白宫简报 而且她在白宫简报上面还发言了 I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to President Biden Speaker Pelosi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all the advocates and his team For once Our families Mine and a lot of my friends And people you know Sometimes your neighbors We can rest Easy tonight Because our families Are validated And because now We're allowed to love Who we love Which sounds Odd to say But Americans Can now love Who we love And Bless Joe Biden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worked on this For allowing People not to worry And their children Not to worry About their future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supportive And hey I will Sing out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要忧虑 不要忧愁 听她说完之后呢 我脑袋里就自动的开始 想起了一首歌 叫不要为明天忧虑 圣经里呢 是非常正面 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信息 告诉我们说 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天上的飞鸟 野地里的百合花 神都看顾 更何况是我们呢 慈爱的天父 每一天都看顾我们 那相比之下呢 Sindy Lauper的忧虑 是既愚蠢又邪恶 她在这里说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所有美国人 跟美国小孩 从此都可以自由地当gay 这还不够我们忧虑的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基本上 接触到的一切的东西 都被政治化了 不管你是说电视节目也好 或者是白宫在座的 这些行为也好 或者是明星 歌曲 网路上看到的 所有东西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 随处可见的咖啡店 餐厅 这些都带有政治的标签 所有我们基本上 能接触到的信息 都带着意识形态 我们的生活 已经被有害的文化 和有害的意识形态 彻底的侵入 那当人的价值观 以及对事情的判断标准 不是从圣经来的时候 那人就变成了最容易被文化洗脑的对象 现代人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 可以是来自社交媒体 也可以是来自影视明星 也可以是来自那些所谓的 像福奇博士一样的专家教授 稍微严谨一点的朋友呢 还会去查一查字典 那字典呢 和我同龄的 或者是比我大的人呢 以前这都是很熟悉的东西吧 非常非常厚的一本大书 那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呢 这个字典它就是一个权威 是所有对于未知的词汇 我们都是靠着这本书来查询 那字典里面呢 包含各种的生辟字 以及对于各种字和词的定义 而且为了方便理解 下面呢还会有例句 让你知道这个词呢 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面使用 而且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 用书本的字典去看了 那这些字典呢 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 只要在网络上面查 就可以查得到 但是如果字典 也被左派的意识形态掌控 会发生什么事呢 剑桥字典 最近更新了 男人和女人的定义 现在在剑桥字典上面搜索 man 男人 第一个解释就是 一个成年的男性人类 第二个解释就是 一个成年男子 虽然他们在出生的时候 可能有不同的性别 但是他们仍然是男性 下面举的例子 这个例句里面写说 马克是一个跨性别男子 括号 出生时被认定是女性 另外一个例句说 他们的医生鼓励 他们在接受变性手术之前 先把自己当作男人 生活一段时间 那么对于woman 女性的这个词 这个词的解释呢 跟男性来讲 想想也差不多了 那第一个解释呢 就说这个是一个 成年的女性人类 那第二个解释呢 就是一个成年人 她认为自己是女人 她就是女人 尽管他们出生的时候 可能拥有不同的性别 那下面的例句呢 写的就是 她是第一位当选国家公职的 跨性别女性 第二个例句写的是 玛丽是一个出生时 就被分配为男人的女人 所以这个词点呢 她不光解释不清楚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而且通过这次查询呢 我也发现 哎 剑桥词典 到底有多做 他们明明可以在造句的时候啊 用这些词 造一些非常正常的句子 因为造句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明白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而且在什么样的语境下 可以使用 而且是怎么使用 可是 他们就非得玩 觉醒文化那一套 非得把好好的句子 都给你带上意识形态 就在女人这个词的下面呢 就会出现很多 女权主义的句子啊 比如说像 英国的女人 第一次投票是在1918年 她是爱尔兰的第一位女总统 我们的警察局长是一个女人 我们的市长也是一个女人 哎 他们就非得把这个女人呢 跟当官扯在一起 好像这样呢 什么女警察呀 女市长呀 女总统啊 这样就代表平权了 好像就代表女人 在社会上面有地位了 其实呢 在我看过 所有的这些 就是我认识的 或者是我见过的 这些女性的候选人里面 我最反感的 就是打女权牌 说什么 如果我当选了 那我就是第一位女性州长 或者什么 如果我当选了 我就是第一位黑人女性 什么什么什么的 左派这么说 也就算了 如果这个人 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保守派 然后他还这么说 那我就只能是无语 而且我也不是很愿意 把票投给这样的人 因为这完全就是 在推崇左派的一个意识形态 一个人 是男人 还是是女人 你都没有办法保证 他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不管他是警察也好 或者是市长也好 这个都跟性别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在意的是 你是不是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 而且你是不是有能力 能够胜任 并且你是不是有良好的 圣经价值观 来做你形式的标准 左派在制造这些性别的纷争 就是让女人感觉到说 哎呀我自己不受重用 我是一个受害者 女人在社会上面的地位 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竞选名单的话 为什么当官的女性 比男性来说比较少呢 为啥呢 因为女性参政的比例 就是大大低于男性的 男人当官当得多 并不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女人不当官也不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而是因为报名的男性的比例 就比女性要高的很多 所以你看现在的字典 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 让女人看完了之后说 啊女权主义的东西 就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了 就感觉啊我是一个受害者呀 女人要雄起呀 女人要当官 当官才证明我们在社会上面有地位 真是这些东西看多了之后 潜移默化的都会留在脑子里面 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的话 你就是会觉得 他说的那些东西是对的 而且这些思考的逻辑 还有方式就会被留在脑子里面 所以如果呢 大家要是有猎奇的心态 有兴趣还可以去查更多左派非常喜欢的词 在这个箭条字典上面 或许你还会发现有更多的精细 海豹突击队是直属美国海军下面的一支特种部队 也是世界知名的特种三期部队 主要的任务包括呢 非常规战争 国内外防御 直接行动 反恐行动 特殊侦查等五项重大的任务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角色呀 那么有一位呢 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 叫做Chris 那他在十年前就开始声名大噪 突然出名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各种战区 服役了二十年 并且获得了二十九枚奖章 全身上下充满男子气概的这样一个人 宣布他要变性了 并且将自己改名为Christine 所以呢 在十年前 这样一个大新闻 CNN就抓住了 CNN当时不仅安排他上各种访谈节目 而且还专门的为他制作电影纪录片 I am Senior Chief Chris Beck currently in Afghanistan Christopher Beck served this country with great strength and great honor for 20 years He was a member of a special counterterrorism unit called SEAL Team 6 He became an elite Navy SEAL And all the time carrying a burden that finally led him to make a drastic decision No one ever met the real me No one knew anything Chris Beck details his transformation to become Kristen Beck In some ways this is way mor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rigorous than many things I've done in my past We're Americans And we are part of our country It's another mission And now I'm starting over It was a shock I had no clue We were brothers But I never saw a girlie in him I like your outfit I think I got this outfit from you This is my new armor I'm here for any team guy Or team girl Someone who wants to change their gender It just doesn't seem to fit in with that lifestyle This is how you fight This is how you shoot your weapons The real Kristen Beck I was beyond proud I fought for 20 years Fo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I want some happiness This is my life 那么在媒体的烘托宣传下呢 他已经变成了变性界的名人 大家都在夸赞他 好勇敢哪 好美丽呀 真是敢于做自己呀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面呢 他更是成为了无数被性别困扰青少年的标杆人物 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 也不乏看到人们赞美的话语啊 更有人直言说 实在实在是太感动了 看到我都要落泪了 那他呢 也自此成为了左派媒体 推动变性议程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介绍他的时候都会说 一个最男人的男人 内心深处也会是一个女人 所以变性人 在社会上面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十年之后呢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Chris 在经过十年的变性生活之后 他发现 他的心理问题 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 而且他发现 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尤其当他看到这几年 政府和媒体在利用变性来诱导孩子 去接受这些变性的议程 要打针 要吃药 要切除器官 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痛心 他没有办法再忍住不作声 他认为事情能够导致到今天的地步 他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于是他选择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用自己血淋淋的教训 出来亲自打碎自己曾经被左派媒体捧上天的形象 而且公开的宣布 在十年的变性旅程之后 他受尽了无数的痛苦 决定将性别变回原本的性别 并且他站出来揭露在整个变性行业中的黑暗 以及媒体对他的利用 警告家长和现在的孩子 不要走他走过的老路 他有个人的朋友 他做了一件事 to introduce me to this expert to maybe help me out to maybe not put it down in my mouth anymore I was talking to her a little bit and I talked to her for long enough and I told her a little bit about when I was a kid and I talked to her and I said yeah you know I'm dressing up and putting some girls clothes on and how it makes me feel and psychologically because I went through all the counseling and everything else I know now it was like an adjustment disorder was something I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caveman I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all that because it was so it was heavy on my heart the stuff that we did in the war she saw the clothing she saw the dresses and she said transgender she started jumping all over and she's an author and a publisher she said oh my god we could write a book and make millions and then it all went down new after that everything she taught me every meeting she kept digging into all that and just kept going and going and going and then I know I'm not a freaking kid had a lot going on but these kids right now they have they're getting manipulated worse than that I didn't kill myself and I did all this and now I'm here and I'm stuck with all this and now if these kids are being hurt and those psychologists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and this is happening and CNN and they see my image up there and they start thinking oh my god courage and bravery it's not courageous to be a victim it's not courageous to be a bag of crap walking around saying help me because I'm gonna hurt myself because I'm an opus I'm that and I'm hurting and so I'm walking around and I'm getting love-bombed so I got love-bombed by CNN I got love-bombed by her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n she was like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we're gonna be millionaires and then it was so no not you know the psychologist and that and then can you imagine that every time you go out the door and then you know something's wrong and I'm still really messed up and everybody's hugging you and giving you praise and saying here take this back you're the best 在身边的人都被左派洗脑 没有人知道爱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 没有经过圣经价值观的教导的时候 全部都跑到你的身边来称颂 说啊你这种行为真对呀 当事人的确是会搞不清楚状况的 但是这种情况 就是现在发生在我们青少年身上的事情 他们想要得到称赞 他们想要做好事 他们想要得到注意 当他们同时存在心理疾病 但是没有被正确对待的时候 变性人这个身份 就变成了他们发泄的管道 Chris警告家长 孩子如果一旦 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在寻求帮助的时候 在被有心之事抓到这样的孩子 整个的变性一程 是会进展的多么多么的快 if you have children right now they're in schools right now and whatever is happening a lot of people are on board with that there's there's actors there's athletes there's everybody saying being transgender is great because you have a better life and you're not going t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of these surgeries now the fact is if you check out a country that's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Sweden has some data and now these children that did this really young they're getting older now and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now what's the suicide rate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now and what are they looking at in their life i look back at my life and i see how i destroyed everything in my life that was holy the temple of god our body is what we have here 他最后讲的话非常触动我他说身体是圣洁的是神的电所以我们不应该随意的毁坏我非常感动因为这就是我还有 ai news 不支持变性的核心的核心 那在他经历了这些之后呢他最终明白并且接受圣经的真理明白身体应该是圣洁的身体是神的电并且选择靠着神接受被创造完美的他接受他原本的身体 他也勇敢的敢于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承担起责任用行动来呼吁家长和孩子不要做让自己一生后悔的事情 这是非常激励人的见证他勇于认错勇于弥补并且勇于传讲神的创造 很多人呢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也好或者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好我有看到很多人说对教会感觉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教会离经叛道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很多路德会啊 包括卫理工会啊在里面有很多的变性人在里面当牧师而且他们会说LGBTQ是符合圣经教导的 这些事情让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心情很不好觉得说哎呀神的教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根本就不在那些人的身上 因为这些扭曲神的道的人不配称之为教会 因为只有耶稣才是教会的头跟随耶稣的才是神的教会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教会并不代表你聚会的地点更不代表那一个建筑物 而是代表我们这一群真正跟随耶稣 跟随神话语教导的人这样的人才叫教会 所以看到现在真正能够跟随耶稣的人数的确是不多 但是不要灰心 因为整个以色列不像巴黎屈膝的也只有七千 积淀也只有三百勇士 不像尼布贾尼萨的金像跪拜的也只有三个人 好好地装备自己 紧紧地跟随耶稣 做真正的门徒 做真正的教会 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点赞留言关注转发 我是弗丽莎 愿神祝福你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